OK 大家好 我是大炮 太正式了 OK 大家好 我是大炮 今天的话 继续给兄弟们解说一下 我们昨天的雪山的一个PK的一个情况 第一场比赛 我给兄弟们介绍一下 参赛运动员 第一场比赛的话 观战参赛运动员的话 好像是卫宏丰的一个武装冠 对面的话是一个翻寸 好吧 卫宏丰的一个武装冠 打对面的一个翻寸 卫宏丰这个人的话 PK的套路啊 自善的话确实 对不对 有一说一的话 跟炮哥也是凌驾于炮哥自善的一个人物 只是说 我 丰哥啊 妈的 硬件不行啊 真的 就给卫宏丰如果有个碾三百万的话 说句心里话 雪山单挑戒的话 基本上我跟你说 没有人了 奈何我封哥每个号都是二三十万了 真的 OK 我们这一把的话 给兄弟们解说一把 卫宏丰打翻寸的一个比赛 现在的话 以前我觉得翻寸打武装冠是有优势的 然后现在的话 我觉得翻寸打武装冠没有什么优势 第一点 翻寸现在的春年的话 不可以封宁宝了 就是说哪怕观寸翻的话 寶宝没有同一回合拍自己 我下一回合拿定神先行解掉自己就可以了 对吧 我告诉你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套路 比如说两边都没有出宝宝的一个情况下面 对面 封这边的一个催眠 对不对 那对面下一回合是不是要直接换宁刃 对吧 他下一回合换宁刃 对吧 我直接定神先行解掉 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他下一回合要给宁刃加笛子 我直接一刀烟语剑法 把你的宁刃清掉 或者再换一个瞬机清你的宁刃 或者是地厅就可以了 就所以说的话 现在这个版本啊 翻寸的催眠被削弱之后的话 翻寸打还弓的话 是没有那个杀招了 你懂吧 没有什么催眠换宁刃什么的 尤其是面对这种有医术的一个情况下面 对吧 你催眠我换宁刃 我定神先行 你解掉 在你加笛子的时候 我一把烟语剑法 把你的那个 灵刃宝宝 公宝宝 还有法宝宝 免刀烟语剑法 是肯定可以清得掉的 就清不掉的话 我运速可以换瞬机 也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的话 这把PK我觉得 呃 武专冠这边的话 优势会大一些 而且武专冠的话 呃 这边有天地同寿 对吧 对面的话如果说 出法宝宝啊 对吧 这边直接起天地同寿就行了 按照炮哥多年打还弓的金 经验来说的话 观战班卫皇封 武专冠封的这么准的 一个情况下面 他应该是一个 封金卖利属性 对吧属性的话 呃 封金卖利属性也不对啊 他封金卖利属性的话 为什么会比对面 翻村要快呢 所以说的话 就很奇怪 你老了 所以说的话就很奇怪 主播是老玩家大哥 我是谁啊哥 你第一次看我直播大哥 不都是老俗人吗哥 对吧 对面翻村没有抢速度啊 兄弟可以看得到 本来观战班用烟雨剑法的时候 伤害还是挺高的 就说一说的吧 感觉对面翻村没有抢到一速 没有抢到一速 确实不太好打 而且 哦观战班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刘鱼凌智之后 抢到了一个一速 抢掉 抢到一速的话 呃 感觉就 不太一样了 好吧 都是老玩家大哥 都是老来看直播的 说 说那些有的没的 兄弟 对不对 OK 宝宝 人物速度快 可以人物破分身 宝宝看一下 三害怎么样 壁的击破 啊 壁的击破还好 他这个壁的击破有高级毒 所以说啊 打环弓 我跟你兄弟们说啊 打环弓 一定 一定 一定要变巴蛇卡片 会玩的玩家 打环弓 都有巴蛇卡片 他分身回1000点血 被高 高级毒 一回合毒870 就等于说 翻寸回血的这个分身经脉 就等 等 等同说是没有用 对不对 这边的话直接给自己起天地 起天地的话 只是说 反指对面的一个催眠而已 反指对面的一个催眠 呃 这一把的话 我觉得观战班的话 这个输出的话 对面分身一回合 回1000的一个情况下面 对不对 这个输出的话 好像落地啊 对吧 分身回1000 壁雷打八百 这边的话直接换宝宝 这个宝宝现在应该要高一些 可以看得到 魏宝宝这边的话 都是一些狂暴 真的 暴子小小分队化神 全是狂暴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个什么样的暴子 这边的话有 有三点零元 可以给宝宝加增援令旗 对吧 他这一点零元的话 这这一点零元 我觉得要分开用比较好 就用一把地上先行之后 再用一把增援令旗 对吧 对对对对 不然的话 武装冠的零宝使用规则的话 就是731嘛 对吧 因为有三点的话 他反正会一次性给你加三点 就有点 难费了嘛 OK 对面出宝宝 观察翻也出宝 给宝宝加增援令旗 他应该带的是一个增援令旗 加一个占笛 所以说的话 宝宝加增援令旗之后 还可以加笛子 OK 现在对面翻出来有1速了 好了 逼雷宝宝是有点克这种高 高年级高必杀的一个宝宝 对面的话 五雷之后 OK 哇 这个宝宝被清掉 那观察翻有点亏 催眠的话 还有两回合 对面是可以换凝刃的 按理论上面来说 这边直接精神先进解掉 所以说啊 像以前这种翻寸啊 催眠之后 宝宝会清掉 二话不说 对不对 直接就是一把凝刃换出来 你现在 对不对 你现在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你现在 除非观察翻没有凌缘 所以说的话 我 就有些兄弟们说 看我直播炮哥 你的鼠标能不能不要乱动 我得看凌缘 对吧 你现在有一点凌缘的一个情况下面 对面是真的没有办法 对吧 被催眠之后 我精神先直接解掉就行了 OK 这边的话还是漫天套啊 所以说是个风筋脉隶属性啊 漫天套 对吧 触发到一把漫天 加一个增压令旗 就差不多 一把漫天加5% 两把漫天加10% 增压令旗的话加4% 现在已经提升了14%的一个伤害了 好吧 还差一把漫天 所以说的话 观察翻 入洪峰啊 这个套路啊 是真的 挺厉害啊 对面不催眠我 我就平坎清理宝宝 所以说这个套路啊 还是可以的 看一下第三把漫天什么时候出啊 打单挑的话 漫天还是比较容易出 他这个 封印 一把封印封哥六七回合 等于说观察翻可以平坎六七回合嘛 观察翻的宝宝好像比自己人工速度要快一些啊 就可以实 实现催眠破分身 OK 观察翻的宝宝破分身就行了 对吧 对面的话 摇铃铛 哦 这边别跑啊哥 别别别别 跑了我靠 对面出地厅了 对面出地厅 这边为什么会 骑塔呢 这边直接 骑塔这 噗 哦 有套路有花招 法术反正 虽然你这个地厅没虚拟 哇 这啊 沐浩峰这个逼啊 套路是真的猛啊 就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 要么换 瞬机 要么平坎对面了 好吧 因为平坎对面的话 这边 应该一刀没有问题啊 头上有这样的连行 连把漫天一刀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这边直接 起来一把绅士铺提 来了一把法 法术反正 那观察翻的话还有 2.0元啊 我跟你说 刚刚那个地厅 可能是有虚迷的呀 刚刚那个地厅 苗 苗这边武装罐开刀4,900啊 兄弟们 有虚迷的地厅啊 没有虚迷的地厅 不 不可能伤害这么高的呀 开刀4,900 好吧 就如果说有虚迷的地厅的话 一般四技能有虚迷的地厅 最少最少 十个打不得起步 好吧 那种八技能的最少也得十个打不得起步 技能好一点 对吧 有四个轮子的 对吧 三个轮子的 可能说 差不多 呃 十个打不得了 哦呦 还有地厅 这边地厅线轻 直接解掉 他下一回合 给地厅加笛子 哦 不加笛子再吹棉 还有泥园 再解掉 那肯定是要再解的 我跟你说 闲都不用想 吹宝吧 没有吹中 对面观照万象 没有选择加笛子 哎呦 没加笛子秒不动啊 哇 对面这个硬件好啊 兄弟们 他对面地厅 都是有虚迷的嘛 没有加笛子 也能秒一千多 两千多的秒啊 那对面一速三圈 还有一手坏虚迷的机会啊 那对面硬件好 没办法兄弟们 那这个是硬件好啊兄弟们 哎呦 魏虹虹差就差在 真的 泡路是真可以 就是没有硬件 兄弟们 缺就缺在硬件了 兄弟们真的 兄弟们喜欢看泡路视频的 点个转型点个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几把比赛的一个 精彩回顾 好吧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